你永遠最了解自己的人都是自己 你無法令對方100%了解你 你亦無法怪對方 Hello Top Beauty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Stephie 鄧麗欣 很多事情都是一個循環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會有類似這樣的經歷 在愛情或婚姻上 好像一直都有很多問題 很多事情好像無法解決 到你覺得愛媛好像有個方法解決 原來解決了之後 交了一段時間 好像都是原地踏步 信任當然一定要存在 你兩個人始終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永遠最了解自己的人都是自己 你無法令對方100%了解你 你亦無法怪對方 就算你們一起了多久 總會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如果你要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走在一起 是必須要妥協一些東西的 如果你一直都覺得這是一個負面的治癒 你不就是覺得自己一直很委屈 我一直在妥協對方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是很希望去維持這段關係 這個是必須要做 你妥協對方之餘 對方也都在妥協你 所以這個是相對的 這個在婚姻裡面 我覺得是必須要有的一件事 其實人很多時候會屈服在習慣上 你會覺得我習慣了一件事 算了不想改變 如果改變了也未必好 有可能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不踏出那步 去嘗試改變的時候 你不就是一路好像這部戲 或者這個女主角那樣不斷輪轉 在這個你自己原來都這麼不開心 這麼不喜歡的一個循環裡面 我會嘗試再出改變 其實在女主角去決定 留還是走的時候 就是她根本心裡有個答案 只不過就是剛才我所說的一件事 就是各種習慣 其實不僅是婚姻 很多人可能在事業上 或者在生活上都很迷失 究竟我明天會怎樣 或者我的工作會怎樣 會想很多將來的事 其實真的沒有人可以 預測到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如果你說的一段關係 你牽涉著兩個人 尤其是現在這個世界 真的變得太快了 我覺得你在這一刻 覺得是怎樣 就相信了 我是比較享受現在式的 別人怎樣看是別人的事 自己最重要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肯定自己 所以心態是很重要的 自己要得到自己的自在 放得開一些 捉得緊一些 其實已經相差很多 我告訴你 我去 Still 有兩點 警察